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对于中国2000亿美元对进口商品的征税 以及中国对于美国的600亿进口商品的征税开始实施 我们在上周已经谈到了 就是说中美贸易的摩擦或者贸易战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那么在本周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在贸易战方面 但是中国政府